一切森林当中 人是罪灵 人为万物之灵 那么人的报复这心呢 比其他一切 都要强 人要受过 身贤教育 他报复的心 就化解了 没有受过身贤教育 报复的心很强烈 所以大师再次的讲 云烟众生 非止不念家暴 一止报云 决定没有报复的念头 不但没有报复的念头呢 还给他利益 还尽量去帮助他 这是以德报怨 这更进一步 佛法主张 以德把这个过去的怨化解 现前决定不跟众生接远处 那现前有人欺负我们 毁报我们 侮辱我们 怎么办呢 收了 欢欢欢欢喜喜的接受 为什么 中国老祖宗叫我们 返求着急 这个话对 这个话是真理 他为什么不毁谤他 他毁谤我 为什么不怨恨那个人 他来怨恨我 必有原因 翻求着急 原因不在外面 在自己 把原因找到 把原因消除 你就心开一截了 这才能化解 过去身中 这个陌生人的不认识 他为什么这种态度对我 是的 这些身当中不认识 可能前世解的缘 如果你能回到过去时 你就恍然大悟了 现在有一种很普通的方法 可以帮助你回到过去 催眠 深度的催眠 你能够回到过去 你跟这个人过去是什么关系 搞清楚 你就明了了 那真正有修行 有修养的人 不需要知道过去 他也常常反省自己 不怪别人 那烦心自己是什么呢 也能找出来 那是我个人的烦恼习气 为什么别人 用很不友善的眼光来看我一眼 我心里就起了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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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在我自己 我接受了 那我要不接受 不就没事吗 他不善的眼光 看别人一眼 我为什么不生气 那看我为什么不生气 还是自己修养功夫不到家 真正修养功夫到家的 他对我不友善 我对他很有善 小小 恭恭敬敬 对他之一 不就没事了吗 纵然过去这些 这个不愉快的事情 他就化解了 古人叫我们了 冤家宜解不宜解 给他分为了他 谢谢你 我可以 冷却 理计仇